好 今天休息過後 我們就不說一些邪惡 我們回到鄭師傅教我們怎樣去看人 上一次我記得我講過一些大概什麼部位 例如眼、鼻、眼神 怎樣會有大腹的一段時間或好運 這個其實我覺得很容易看到或很容易了解 這次我細分一點 再說一下眼 其實我們常常說眼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眼要細 要聚焦 有神 這樣才會漂亮 沒辦法 可否縮小你教我怎樣弄小 因為眼是靈魂之窗 其實除了我講這麼大方向 其實你看什麼人的眼應該怎樣看 眼最重要是有神 你不要管他大還是小 譬如我講過有富豪 那個眼是要小的 Sorry 我有學討 好 OK 甚至乎好像你的眼那麼大 不是說眼大不一定是不好的 只不過是說 嘩 不是說一些超級富豪的品種 不是說眼大不會發達的 但是眼一定要黑白分明 即是瞳孔和白要很鎮定 而且眼要很有眼神 待會我一直講下去 我會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相片 我會逐個去講 因為如果你說 我們經常都說眼大無神 這些眼是沒有用的 甚至乎 譬如如果你說我們去見公 或者我們去請人 你可以留意一下一些人的眼 如果我自己去見公 又或者我發覺 我的眼睛突然間 有一條血絲 好像穿過了眼球 即是說 由個瞳孔左邊穿到右邊 看到一條很紅的血絲 我們在上學來說 我們叫赤脈貫童 即是說有一把 好像李劍一樣穿過了 這個就特別要小心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會 即不是說因為疲累 所以滿佈紅眼 那些人好像李劍一樣 有一點 那些是本身的血管疲累 而令到它膨脹 像你所說 像你所說 如果捱幾晚 那些澳門看到最多 趴在那裡倒著 又或者有時候 不小心弄傷眼睛 爆了微絲血管 豈不是有一塊鮮紅色 不是那種 都沒有關係 天生有一條紅色線 不是 你是睡醒 突然間睡醒 發覺 嘩 爆了微絲血管 不是爆微絲血管 其實如果在上學來說 我們叫赤脈貫童 一定會有一些大的 比較嚴重的血光 所以如果大家 有一些不一定是兩邊都有 我意思不是兩邊的眼睛 剛才我說的 瞳孔中間 有一條紅色的血絲 穿過了頭尾的眼球 前後都看到那條血絲 如果你說只看到一邊 會不會那麼嚴重 但剛才我感覺 頭尾都看到好像轉 那樣貫穿了 那些真的特別要留意 OK 如果你說可能只看到一邊 可能是一些破壞 或者是一些小的血光 但是如果真的 整條血絲看到 那我相信那十多天 真的要出街要小心一點 又或者如果有什麼大的投資 就要立刻會停手 是 尤其是喜歡炒個股票 或者可能是炒個房子 或者是真的工作上面 那些大的投資 立刻我覺得要停一停手 是 如果不是真的 雖然破財可以擋災 可能破了財身體健康沒事 但是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在商學上來說 有這些情況 絕對是一個大的 我們說的大的劫 在以往來說 通常是說 坐牢 又或者是真的有些大型的血光 是說可能睡幾個月 那些才會有這樣的機會 會看到的 當然這個也要看看 那條血脈 有多粗 如果你說很幼 不是很厲害 這個嚴重性又小 而那條血痕 是否會隨著你那一天 例如你說起床突然看到 是否會隨著那天慢慢淡 還是會留在這裡幾天 還是怎樣的 會幾天的 會幾天才慢慢退 但是你不要想著 就好像人家爆明消毒 是的 你不要想著說 喂 退了沒有什麼 就不要想著這麼大意 剛才我說的 喂 起碼兩個星期 如果你說都沒有大事發生 那可能真的讓你可以避得過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以為三兩天之後 退了沒有那麼厲害 沒事了 我想不要掉以輕心 這件事特別要小心 明白 所以甚至乎你說不要 就是剛才我說的 喂 不是 好像只不過是一些很累 或者是熬夜熬得厲害那些 那如果你說 譬如剛才我說 你要去見公 或者請人 你見到這些 我想你也要三思 好不好去請這個人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說 眼要藏神 要有神 要有勢 要有力 但是如果你看到 你要請那個人 他今天來見公 他是這樣的款 眼睛又沒有力 又沒有神 但是又垂頭喪氣 我覺得這個人 你也不用怎麼請他 因為其實人的眼神 我們在肌肉上面說 是一個自由肌 他的眼睛 如果你說左閃右縮 那些 大家都不用說 都知道是什麼人 他的眼睛 都不敢正視你一下 是的 其二 因為這個是 他自己是控制不到的 有很多心理學家 好像你們 心理學的 看個眼神 他可能擔天望地 望下下面 望下上面 望下左 望下右 你們都知道他的心 在心理學上面 有得讀這些人 在想什麼 或者是否在說謊 所以這個是 除非真的 他究竟訓練 如果不是很難掩飾得到 這一件事 所以其實人的靈魂之槍 不是說那麼容易 可以改變得到 如果你說識體 這一件事 其實是可以對 可能你見公 或者你請人 剛才我這麼說 又或者選男朋友 識朋友 都是很容易可以捉摸得到 捕捉得到 所以你會見到 小朋友最容易看 你見到他 如果他泵泵跳 充滿自信 他有眼睛 你會知道 這個小朋友 小朋友本身是很 我們小時候說 什麼叫劍微星目 其實當然不是一定 他的眼睛好像發光 好像一顆星星 而是你會發覺 他剛才我說的 黑白很分明 我們叫他眼睛很晴 而他走出來 又很有自信 泵泵跳 又不怕醜 又不會閃縮 這些小朋友 其實那個天資 一定比較聰明 再加上之前我說的福堂 天倉 甚至印堂都漂亮 這些小朋友 其實一定是他本身那個 天資聰明 他學習能力是很高 相反如果你說 見到小朋友也好 見到那個人也好 他經常都摩尼神器 坐又坐不值 這些人 一天看天打掛眼 老實說 我想就算是好朋友也好 你不要請他做事 只會翻臉 因為第一 我們小時候 經常我們坐得不夠直 被阿姨 是 是 是 因為其實是 在以前那一套 經常說 腰骨直 一個人有擔戴 其他的心 都不會有毒 反而如果你說 女人才會 以前的社會 是說 女人才會 經常騙騙騙騙騙 沒有腰骨 我聽長輩說過 沒有腰骨 經常是女人 所以其實這個 除了是一個 身體的上學 其實對心態也是 所以這個 除了眼神 也可以看一下 他的座姿 會不會是 天生已經沒有什麼擔戴 或者個人依賴性比較重 甚至乎 以前小時候經常說 經常黏著媽媽的裙子 是 一天拔著媽媽的衫尾 自己都不敢大膽站出來 這些我覺得 是需要去特別注意 嗯 另外 另外 又說一下 眉 我們經常說 眉 以前經常說 眉長五六 眉長過目 是兄弟五六 現在很少 以前經常說 要 眉長過目 你也是 是啊 但是以前經常說 要多生孩子 幫家做事 照顧家 但是現在沒有了 一個起兩個子 所以這個 從商學上面去看 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只不過是說 眉長 而又有小的那些人 外面朋友多 好兄弟多 或者是朋友上面 在社會上面 朋友上面 助力大 交由廣闊 可以這樣看 所以 但是如果你說眉型 可能呢 也都可以看個人 剛才我說的 見眉星目 你都可以看個人 會不會很Smart 因為那個人 是會比較柔弱 因為 其實如果你說 男星來講 看眉 一定要粗 嗯 我說的粗 不一定是說 要很濃密 很多眉毛 才叫做粗 因為有些 你會見 有一些很 有些男星 那些眉 真的很粗 而那些眉毛 亦都很長 很厚 不是說一定要是那些 嗯 但是呢 男人眉 要像男人眉 如果你說 你看到那些男人 長得女人眉 那其實這些 我們叫做 女生男相 嗯 而女性呢 男生女相 是 男生女相 所以變了 他的心態 或者心思 不一定是像男仔 很可能是他 去鑽研其他 很仔細的 因為通常 我們都說 男仔會比較 粗獷型 想事 或者做事 沒有那麼仔細 沒有女生 那麼仔細 嗯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男仔 你看到他的眉 是很細的 但是眉型 又挺漂亮的 那麼這些男仔呢 可能他的心思 真的會放在一些很仔細的地方 嗯 可能這些 可能一些數學會比較厲害 嗯 又或者是去做一些細細的東西 很仔細的東西 可能會做化妝 是啊 對啊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有很多 比如做化妝 或者是做 以前叫做裁縫 現在叫做 那些叫做 時裝設計師 Designer 是的 Designer那些 你會看他們的眉 不像男人的 嗯 他們的眉是會比較在幼細 嗯 或者是眉毛都比較是幼細 是 那麼相反來說 如果你說 喂 見到那個男仔的眉又粗 又好 又好 紅厚 嗯 我們經常說 黑如點七那些 那些呢 其實這些呢 是會比較sporty一些的男仔 嗯 所以你說 喔 教小朋友也好 自己找男朋友也好 其實看眼 看眉 呢 也可以看到他們 在心態 或者是心性上面 嗯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說 喂 其實我個人很靜的 但是我不知為何會選了一個男朋友呢 他一天呢 就去了不是打球 就打機 要是呢 就滾街 嗯 其實有很多 現在你看到有很多感情 這頭結 那頭婚 又或者是 相處很久 但是都沒有辦法協調 其實根本就是選錯對象 是 又或者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時候 是行衰運結婚的 嗯 因為 因為 你這麼像阿Ben說話 是嗎 哈哈 他經常都開玩笑地說 我自己 肯定硬衰運 譬如你說 在紫苑豆腥上面 那顆星 我們經常說紅聯星洞 通常那顆紅聯星會很早出現 15歲到18歲會出現 但是今時今日沒有人會選那些時間去結婚的 嗯 就是 講笑地說失身就會 但是現在不會在那些時間結婚 嗯 以前就說 18歲都嫌遲 但是現在就傻的 可能28歲 28歲就正常一點 是 那 所以現在沒有了一些真真正正的 沒有了真真正正的 我們經常說 每個客人都問我 我們真因緣何時來 我心想哪有真因緣 真假就是看你怎麼選的 現在是自己選的 嗯 相對來說 很多時候是因為 男也好女也好都同景著 就是說 我喜歡青湯掛臉的女生 長頭髮眼睛 鼻高 每個都好像拍戲一樣 要那些 又或者一些女生是我喜歡一些藝術家 那怎知道可能這頭一架 嫁了一個喜歡唱歌或者打Bang 怎知道原來嫁藝術家沒有飯吃的 那可能就是剛才我說的這頭結婚 他走衰運的時間 只不過是說 我在那年 被我找到 見到這一種 我喜歡的品種 那那一刻衝動就結婚 嗯 其實第一 是沒有這麼經過心思熟慮 其二 不是我們說的真正的因緣 只不過是走衰運 去 那年你遇到這樣的款 那你就去做這些 所以其實是 眉除了看 剛才我說的 在這個社會上面 在這個社會上面 會不會多些朋友 會不會多些助力 其二的就是 眉裡面有一件事很容易看 如果眉崩了 無論男女都好 大家要小心 第一 很容易會被兄弟手足去連累 嗯 而導致到 大半生 都會抹面 都會 思惟受敵 嗯 所以如果你說 後天 因素導致到 可能撞一撞 通常都是後天 對 因為你沒見過那些小孩 一生出來是脫了尾 對 有這些情況 那你要小心 第一 自己的親生兄弟姊妹 將來的緣分會很差 嗯 如果不是的話 是沒有的話 剛才我說 可以看朋友的話 就是有些朋友 可能將來會來害你 那當然是會走回去 微運 三十一至三十四的時間 那段時間去發生 或者是最嚴重 就是那個衝突去到那段時間 最嚴重 而導致到大半生 大家的緣分都沒有了 嗯 那所以 微呢 可以去這樣看 是 還有的就是 我上一次講過 是 耳仔 嗯 耳仔呢 如果耳仔又大又漂亮的 那我也說 學東西又特別厲害 學習能力特別高 甚至乎他的運 可以走到十年以上 嗯 其實呢 我們在上書上也有說 耳高於眉 一輩子都不會窮 嗯 其實呢 你又會看到 不是真的很多人的耳仔 可以高過那條眉 嗯 真的要很大隻 因為有些純粹是真的 角度上的差異 是的 有 或者是 你要很大隻 嗯 才會高過那條眉 嗯 其實你說如果碰到那條眉 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絕對不小了 嗯 嗯 嗯 會很厲害的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如果說 以低於眉的話 思想會比較低俗 嗯 崇尚物慾 其實呢 相書上面說呢 我不是很認同 不是思想低俗 其實呢 有很多人不懂看 就是有很多人喜歡研究相 嗯 但是又沒有 真的去有人點醒過 是 看相書經常都說 喂 相書都不對 不準 嗯 那在以往來講呢 其實講相呢 在以往來講呢 第一 男人呢 是唯有讀書高 讀書人是最清高的 是的 是最好的 第二呢 就是做官的 嗯 那最壞的呢 就是做商人 嗯 因為奸商奸商 假商假商 無商不奸 那所以以前第一 唯有讀書高 讀書的人 是最清高 最好的在社會上 第二呢 就是讀讀書 兼甲可以考取到功名 那是第二高 嗯 那所以剛才我說的 耳低於眉呢 思想低俗 崇尚物慾呢 嗯 那只不過 如果你懂得去理解 只不過是說 喂 耳仔 如果低於眉 就是說首先 耳仔會細 嗯 如果耳形更加是不漂亮的話 那當然是 他小時候 童年環境不好呢 那就是讀書都不方好 嗯 嗯 甚至乎家境都不太好 嗯 那思想低俗 喂 我讀不到書 當然出來賺食做事 打工 甚至乎我剛才說的 最壞的就是做奸商 嗯 無商不奸 那所以他只不過是形容思想低俗 只不過是 跟以前的學說的看法 就是說 你讀書不厲害 就是思想低俗的了 嗯 所以不一定說 是差的 那他崇尚物慾也都對的 因為我讀不到書 那我想辦法 要不就打工 要不就是想辦法自己做老闆 那所以不要說 一看到那些上書 哎呀很難明白 也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那其實應該是要懂得 跟這個現代社會去套進去思考 那我覺得才可以了解到 上書裡面是說什麼 嗯 那另外說到額 上次我都說過 額呢 一定要闊 圓潤 那才為之最美 最好 那 那 經常都說過了 小時候未精五鴨窄 就沒有來貴的 是吧 那其實呢 那主要額呢 我們都說過 額是講過 額是講過智慧 那相對來說 如果你說 哦 剛才我講過微尖額窄 就是說額不漂亮呢 首先就是講過 智慧不高 嗯 那其二呢 在上述上面說 嗯 中間這一行呢 其實是所有的歲數 中間這一行呢 都是一些大的 轉變的事運 嗯 就是說 我們說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九歲 學名叫天中天庭 中正人堂 這些呢 其實在我們講三庭 上面的額 這個位第一庭 那 這個 剛才我講的 那麼多個歲數呢 都在這個中線這個位置 嗯 其實 都是講個智慧 如果 這裡有 破敗的話呢 其實呢 那個人呢 極都有限 因為 以前這段時間 全部都是讀書 嗯 甚至現階段 是的 現在讀書 雖然說沒有以前 以前讀親書 都在講 在大學都會讀十年八年 那現在雖然縮短了 但是 都要五六年 那相對來說 剛才我講的歲數 全部在這個位置的時間呢 都是你學習青年期的時間 嗯 在以前來講呢 如果這個位置 就是額不漂亮呢 已經斷定你一生呢 不要做官了 因為這個我們叫官六公 其實如果在上學上面來講 中間這一行 嗯 叫官六公 因為以前你知道 以前的人呢 很早就要讀書 是 去考取功名 都是很早的 那麼 讀完書之後 如果這個位置 你讀不到書 都已經代表你一生 你都不需要做官的了 已經去玩完了 不同說現在 你會見到香港的官員 那個額不漂亮都不要緊 可能他的中庭 他的鼻嶺 或者那個晚運嶺 他都一樣可以做到官 因為現在的官 不一定要求你讀很多書 又或者現在讀書 不一定是年輕的時候讀 中年我都可以去進修 好完 甚至乎我去到中年 才進修成功 嗯 所以現在你會見到 現在現階段的官 無論全世界都好 可能他的額都不漂亮的 嗯 這個只不過是說他可能 少年時間 不是那麼好 讀不成書 但是現在 三十歲 四十歲 五十歲都可以去 去考大學 去考石士博士 那所以現在 不是看這一樣 但是 這一樣東西呢 是直接可以影響到你 一個人的前半生 所以 我之前為什麼 講過幾次 我都是要講講額呢 嗯 那好像剛才 講到額這裡呢 我會講到就是 我準備了一些相片 是 嗯 我們會看 嗯 B哥 大家都知道他 他 他的人生很精彩 嗯 年輕的時候已經是大紅大紫 嗯 跟著 到中年的時間 感情生活出現問題 他呢 正正呢 就是那個 印堂上那些 那裡有一顆字 嗯 另外一位女士呢 就會是 薛家燕呢 嗯 他又是 正正呢 我們講 在中正那個位置 是 又是一顆很大的玉字 嗯 其實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大家都知道 薛家燕 本身那個 很早童年的時間 就已經出來做同星 是啊 已經是 那時候已經是 是否叫五最金花 還是七姐妹 還是那些 他基本上 很小 像你說的 是同星出生 是啊 然後那些 不知道什麼 什麼金花 那些 可能是 十多歲 那些時候 已經是 是啊 其實他很早 就已經由同星 已經開始紅 但是 一去到 壓那個位置 他突然間 就適應 結婚 到最後 婚姻失敗 其實呢 這兩位人 都是婚姻失敗 其一 即是說 其實他在 我剛才說的 壓系主 老婆的思考 嗯 其實他一破了這個格 那就是說 他們的思考模式 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嗯 而相對呢 你會看到 薛家燕也好 B哥也好 他的眼 他們兩個的眼 都是不太漂亮 不太漂亮的 其實我一直說眼 我沒有跟大家說的 就是 眼頭 這個位置 我們叫 呼座 妻座 嗯 嗯 眼尾這兩個位置 我們叫呼公 和妻公 OK 如果 這兩個位置 都是有凹痕的話 嗯 這個人呢 就 在感情生活 因為說到 呼座 呼座 妻座 呼公 妻公 其實大家都 會想到 老公老婆 婚姻的問題 我們會看到 你看看薛家燕 那隻眼 怎麼會有凹痕呢 那隻眼 呃 這個位置 不如我們 close up 一點點 家燕姐 對眼 對眼 OK 在哪一個位置凹痕呢 意思 眼頭呢 你會看到 它是特別 凹了 窩了 下去 你不要看你 你先看他 不是 我一直在研究 第一 你會看到 其實他的眼是比較圓 比較短的 嗯 你的眼是比較大的 首先不要看你那隻 他的眼 大得來是比較短的 是 短到呢 你會覺得 它前面和後面 都是好像 因為如果長一點的話 你不會覺得 它是很凹的 嗯 那你會看到 眼尾呢 那個位置 都是凹下去的 嗯 那你會看 中鎮圖其實也是的 嗯 你會看到 他們兩個 那個夫座和妻座呢 中鎮圖的眼那裡 可以 close up OK 你看不看到 眼尾 就是說 剛剛眼後面 那個鎮圖那裡 其實呢 是有一點點窩了下去 它的骨 它好像是明顯一點 是啊 其實呢 這個是第一 我們要看得多 其二 是真的想的角度 令到你會不會 容易一點去看 是 其實呢 夫座和妻座不好 你會看到 其二的就是 他們兩個同時間 都是 中鎮圖低一點 在印堂那裡來 嗯 記不記得我之前說過 如果在印堂那裡 有文行致破 那這一個人呢 就 不要去 隨便去幫他 可能 因為你幫他 可能你都拖累了 嗯 那當年他破產的事件 聽說 有很多好朋友都幫了他 嗯 但是呢 好像無底心談一樣 未破之前已經幫 幫也都幫不了 最後才選擇走這條路 嗯 那這個呢 亦都是一個印證 亦都是一個參考 嗯 嗯 OK 那其二呢 我還準備了其他 很多 呃 呃 女明星的照片 是啊 你會看到 米蝦 米雪 我們又可以將它 close up 你會看它 米雪 你會看到 它的眼尾 雖然是 化了妝 打了眼影 嗯 是不是都是凹了下去 是啊 是吧 很窩的 嗯 嗯 那麼 所以呢 她那個 夫妻感情方面呢 亦都是容易有問題 是 你反而我覺得不是說 你反而呢 我覺得不是很窩的 是 你呢 只不過是說 你的拳呢 是 因為那些肉的問題 而影響到 形成你這裡好像窩了 但是如果你說 我這些不算粒的 不算粒 很粒 但是你想想 她打了眼影 都這麼明顯看到 她是窩了下去 是 所以其實呢 另外 今天我想說一下 因為之前我說過 那個女生男生 感情生活 不是那麼好 是 是 其實呢 女性呢 其實我覺得 我學相的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說出來 說女人呢 就是 又說 劏豬凳 又說 黑夫 又說 天殺孤星 這樣 不要說男人 那麼 那麼 女性呢 有幾樣特別 是容易出現問題 在一個感情生活 我們叫 條命孤寡 那麼第一 剛剛我說的 眼尾眼頭 為什麼我不說男性呢 可能一直 就是這麼多年 在歷史以來 男性呢 都可以容許 男性是有很多 女性 或者是妻子的 那麼所以呢 就很少說 男人 去黑老婆 反而 很多時候去說 女性條命苦啊 女性條命孤啊 或者是黑夫 這些這樣 那麼反而 今集呢 我想說一下就是 有幾個特徵 是很容易看 而又很容易 在女性方面的感情生活出事 第一 剛才我說的 很容易看的就是眼 如果大家看到那些女性 那個眼頭 還有眼尾 這裡呢 都特別窩下去的話 嗯 那麼呢 她的感情生活是不好的 嗯 那麼 其二 就是 你會看到米雪 我都會看到 米雪這麼漂亮 就是 我很 很 很後期 我翻看神迪俠 我才看到 哇 米雪當年是漂亮得那麼厲害 嗯 你會看到 米雪另外一種的特徵 也都是在感情生活方面容易出事的就是 女人一笑出來 是露很多牙肉的 哦 OK 這種女性呢 亦都是婚姻感情生活不好的 雖然這兩張照片 是拍不到她的 看不到她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看過米雪的 都知道 她一笑起來 那些牙肉都挺厲害的 像容祖兒一樣 我沒有說 哈哈 又是 這一樣呢 對女性的感情呢 亦都是一個致命相 嗯 第三 我會看到 另外我還有 是 翁美玲 哎 看一看一看 我的偶像 當年的萬人迷 當年的大家的偶像 哇 其實翁美玲 你都會看到 她也是露牙肉的 笑起來 那麼 其二呢 你都會看到 你都會看到 她的眼尾 又是窩得很厲害的 嗯 還有 剛才我說過 你會看到 她 雖然又是打了眼影 你會看到 她又是在眼那裡 其實又是窩得很厲害的 嗯 另外還有一種 剛才是 米雪和翁美玲 都有的特徵 就是 女人的口 經常都合不來 哦 哦 我們叫 雙學上面來講 我叫吹火口 嗯 即是 上書有一句 詩句 就是說 口如吹火 哦 獨坐難防 嗯 即是說 你想老公陪你都很難 嗯 那 剛剛 剛才米雪和翁美玲 都是有這個特徵的 嗯 其實呢 這一點 我覺得看上 一樣東西 有一個特徵 未必成屎 但是有兩個 三個加在一起 就中了九成以上 嗯 而她兩位呢 都是會有這些這樣的問題 而翁美玲 另外一個 在我從商學上去看 雖然她當年是 哇 紅頭半邊天 每個都知道五台山領女 就是一嬉的 她都 每個都喜歡她 那但是呢 我想你們回想一下 翁美玲呢 最糟糕的一樣 就是我說 她的眼沒有神 嗯 她的眼明遠 你是大 是漂亮 水汪汪 但是呢 你看不到她看東西呢 即是通常 一個人的眼夠利 或者你看東西呢 她是會有焦點 但是你可以聯想 或者留意一下 翁美玲看東西呢 她的眼好像是 沒有力的 可不可以看回 剛才那張 是嗎 你看到 嗯 你看到 雖然她的照片這麼舊 是 其實你看任何 一張舊的照片都好 你會看到 那個人 男好女好 那個眼是有力 很實的 嗯 男人女人也是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她的眼睛 好像沒有神 沒有力 好像化了 嗯 嗯 嗯 所以她 這一點 我覺得才是 致命相 OK 至於 另外一種看法呢 就是我之前也有說過 例如 我還有鄧麗君的照片 好了 OK 鄧麗君呢 有兩樣東西 是不太好 第一 我之前說過蘋果額 嗯 嗯 以前上書說是黑膚 嗯 你會看到 以鄧麗君的面相比例來說 她的額都挺厲害 嗯 而且是很飽滿 很漲漲漲的 是 所以呢 聽說她很小時候 一出來一唱歌 就已經唱到紅頭碗邊天了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她的感情生活 那麼久以來呢 從來都沒有開心過 嗯 其二 你會看到 其實她的眼頭眼尾的位置 都不是漂亮的 剛剛我說了 除了鍋了下去之餘呢 嗯 你會發覺她們有一個特徵就是 她們的眼尾全部都是 噢 是啊 你會發覺 有一些 如果你說現在你會發覺 有一些 嗯 嫁得好的女性呢 嗯 眼尾全部都是 嗯 就算不斥向上也好 是不會得 她們是個個都得 OK 那還有一個最不好的呢 其實女性呢 那個鼻呢 是為呼聲 嗯 雖然我們經常說 鼻為財聲 但是呢 女人靠什麼 以前 女人靠什麼 靠老公的嘛 那就是不是 財聲就是等於呼聲 嗯 所以以前呢 呃 女性現在也是的 都是要看那個鼻 嗯 那你會看到 那個鼻呢 是很小 嗯 很窄 就是那個鼻樑很窄 嗯 那相對來說 她的拳很闊很大 嗯 那呢 我們經常說 呃 鼻為財聲 亦都為呼聲 呼 亦都為她的君 亦都為她的天 因為 喂 以前你看戲都說 我是你的天 我是 是吧 我是招搖著你的 我是 嗯 就是供養你的 嗯 那麼 相術上面來說呢 你的拳骨 這麼大 有肉 沒有肉 也好 而鼻那麼小的話呢 我們叫拳飯侵天 那麼這個呢 在以前的相術來說 也都是一種 黑膚的象徵 嗯 那麼它是有三樣 就是呢 就是那個額 第二是那個眼 那就是說 那個額呢 又是叫黑膚 蘋果眼 第二 那個眼呢 膚座 淒座都不漂亮 第三呢 那個鼻型 也都不見得到 黃褲 嗯 也都我們叫黑膚 所以呢 這幾樣東西 形成之下呢 在上學上去看 它的感情生活 一樣是不好 嗯 一樣是會有問題 嗯 那麼最後一張是 最後一張 我們夠時間了 最後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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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張是毛艷芳 剛才我講的 嗯 毛艷芳大家都 我們想像他的大頭 大家都很熟悉 是 但是呢 它也是其中有一樣 第一 露牙肉 嗯 第二呢 它是一樣東西 是 眼睛也不是那麼好的 嗯 不是那麼好的就是 你會看到毛艷芳 大多數的時間 這隻眼呢 我們叫 它不是沒有神 它是有神 不過呢 這一樣東西 還不好過沒有神 我們它應該叫做 神分神聚 嗯 就是你看它的眼 整天都好像很聚 是啊 是啊 那麼呢 神分神聚 我們叫做 家財敗絕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為人很豪爽 嗯 到最後的時間 好像都沒有剩下多少錢 就是以它當年 隻手可熱的 number one 嗯 應該是賺很多錢 剩很多錢的 但是相對來講 它花錢的那個方法 我想你們都知道是很豪爽 嗯 很多男性都豪爽的 嗯 所以呢 男人 女人好 如果你看到是神分神聚的 這個人感情生活 亦都是出現問題 嗯 嗯 所以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 亦都是容易可以學得到 看得到 或者留意得到 嗯 最後補充一句 如果 大家有以上的特徵 又或者是 有以上其中一兩樣的問題 那怎麼辦 不要選擇 有就早早結婚 好 那你起碼都試過 哈哈 對不對 剛才那些 全部都沒試過 說那些 沒結過婚的 嗯 明白明白 即是有時候不是說 那結婚會來 起碼都試過 就算了 哈哈 OK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小姐師傅 OK 然後再送上這個 Fantom星座一周給大家 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